南大陸的國鄉 現在的冬孫應該就要大出這麼多 但是因為貨水不夠 都會不會冬孫 因為冬孫要欠收 介紹翻倍 不像100公斤要4萬塊 孫都是很不來 介紹這麼好 偏偏就是會不會冬孫 因為一早可以學到幾十年冬孫 今年冬孫的收成算是很壞 也讓經驗訪問孫榮說 不會冬孫這種狀況 自我吃到六十多歲以來 不會冬孫這麼年紀特的問題 孫都不會生 很少啦 差不多一隻地10不到10公斤 因為前一陣子都沒有落荷 昨天今年都沒有冬孫 如果沒有就是太小了 冬孫三糧減酒 介紹也滴滴去 從來沒有遇過這麼的稀少的這樣子 以昨天來講的話是 每100公斤4萬塊到3萬7左右 以前正常這個價格大概是2萬8左右 孫榮也希望可以解釋好 讓他們有好的收成 也讓市場的介紹會當咖啡 哈囉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